今天要做的這道菜叫做蔥爆豆芽菜 你可能覺得很好奇 好像沒有聽過 但其實這道菜是我自己想的方式來炒它 因為豆芽菜一般就是炒蒜頭跟韭菜 沒有什麼特殊的炒法 但如果你用蔥爆的概念來炒它的話 它其實的效果會非常好 那蔥的話一樣我們把它稍微拍打一下 待會蔥的味道比較容易出來 這是蔥白的部分 然後再來蔥綠 我大概這邊放了兩株 那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看 不用放那麼多蔥也沒有問題 但我喜歡蔥的味道比較足一點 那它的速度非常快 從開始炒到完成 可能大概頂多三分鐘 所以醬汁要先調起來 這邊來我們有醬油 一、二、兩湯匙的醬油 然後來一點點的糖 糖大概就是三指抓一抓進來就可以 然後我會放一點點的香油進來 不要多 雖然大家說我常放白胡椒 但是我還是要放白胡椒 來一點白胡椒 增進它的香氣 然後我再補一點黑胡椒進來 好 這是醬汁的部分 如果味道不夠你可以再加點鹽 我在這邊會再補一點鹽進來 那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每次在炒這個 豆芽菜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辦法 整支豆芽菜是貼在鍋面上 所以你要炒到它全部熟的時候 你要花一點時間 那往往你花這一點時間 你會把豆芽菜炒得有點塌塌的 跟外面餐館所做的這個脆度不一樣 那因為在家裡面 我們想要炒出好吃又有脆度的豆芽菜 其實這個水是很重要的 它的原理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豆芽菜在鍋子裡面 它沒有辦法 每一根都完全受熱均勻 所以你藉由水的這個部分 讓它燙的過程當中很快 大概放到裡面15秒 這15秒的時候 豆芽菜基本上 每一根豆芽菜 就已經全部充滿了熱度在裡面 所以它倒的速度就很快 這邊先放點油 先把蔥白放進來 蔥白進來的同時 你就可以把豆芽菜放過來 15秒左右 這15秒差不多了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這個時候的豆芽菜 就已經充滿熱度了 你可以看它就是在冒煙了 好 放這邊 這邊把蔥放進來的時候 來 蒜頭跟辣椒就進來 然後韭菜 蔥綠就進來 你這樣子就可以聞到 滿滿的蔥香味了 好 接下來豆芽菜放過來 放過來 放過來的同時 你就可以把你剛剛用的醬料放進來 不太需要去擔心它沒有醬汁 因為現在炒完之後 倒過來這邊它就有醬汁了 你可以明顯看到現在的豆芽菜 它是呈現有點高度 而且每一根是很脆爽的 這個就是餐廳 我們常去吃的時候 我們常吃到的豆芽菜的炒飯 那蔥爆豆芽菜 我想大家沒試過 如果看了這次的分享 你可以試試看 好